OK总之这个是所有的这个现代文呢 OK都是占了这个嘉义丙丁物里面的其中两组啊 OK不要小看这些 因为它的分数算是蛮多的 OK因为甲族的现代文 这家文人们理解呢都是十题十题 所以甲族的这个现代文呢是占了十分 OK然后如果他在乙族的现代文呢 他其实因为概数是八分 OK他的总分是二十五分 所以现代文理解占了十七分 所以总的来说 现代文理解呢在我们的考卷里面 其实是占了二十七分 OK不要小看这二十七分 说不定会随时帮你可以及格啊 OK所以接下来的这些我们都大致上都已经看了 还有今天我会看的就是物主跟作文啊 OK所以甲族跟乙族的现代文理解呢 我们首先来看你们作业的第十跟第十一页的这个课文 这个是关于这个花朵的 OK这个是因为我的时间关系 所以因为他而且是选择题 所以我想问 OK这一个课文十到十一页 十一页的这个理解题 有什么问题吗 一到十题第十一页的 因为这个是之前三月到六月的 我已经给过你们那个答案两阿这样 老师就除了六跟八有问题而已 我做错 OK六跟八 OK作者为什么说理解别人是一种高尚的情操 OK为什么你选什么答案 我选C 感觉到一种问情啊 这个关文情是什么意思呢 理解别人是一种高尚的情操 如果讲到高尚的情操 是关于你的心里会觉得温暖呢 还是你觉得D会比较适合 就代表我们的道德素养 如果讲情操的话 对你来说 应该是那种道德啊 对 所以你看到可以肯定就是你的C肯定不对 OK所以肯定就是D了 因为A跟B更不对 OKA跟B的感觉就是那种肯定不是高尚的情操 OK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多去看 那总之你要记得我们要选择的答案呢 是最适合的那一个 当然有一些你感觉很像是对 因为你看的是C跟D只有包E的对不对 因为A跟B基本上带有边E 所以C跟D有包E的时候 你要看哪里一个适合你的问题 要看问题不是都是包E都是答案 不是这样子讲啊 所以你要注意 还有一个是第几题啊 你讲的是 还有第八 第八题别人理解你 就像屡里清风浮面带给你的一种 惬意与清爽 对啊 为什么你是写什么 你是写谢意啊 我是舒服 舒服 舒服绝对不适合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B A跟B之间 OK可是在这一边 在这一个例子里面 其实要读回这个课文啊 因为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你要读回这个课文的话 你会觉得 这个谢意跟这个称心呢 你会称心会比较适合 什么是称心 就是 称心啊 应该是配哦 跟他配哦 对很合你心意 OK 称心如意的意思就是说 很合你的心意 如果在这个别人理解你 理解我们 是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舒服跟清爽吗 是一种谢意跟清爽吗 什么是写意呢 在这个写意在这边呢 是讲你可以坐在那边 就是享受那个风 享受那个风景 OK就感觉你很自在 对这样 这样所以谢意 简单地讲 就是享受啦 很像就是很轻松自在那种感觉 你享受那个轻松自在 可是在这边 这个谢意不适合 想写在轻松自在 如果你用在 你只是坐在那边 什么都没有做 OK 你只是感受那个风 感受那个阳光 感受那个 那个怎么说 那些情景给你 OK 这个谢意是很适合 可是如果用在 这一个故事里面 他讲的是 别人理解你 就像别人理解你 这一个是重点 OK 要人家理解我们 这是什么 是我们很称我们的心 什么叫称我们的心 就是说 它很符合我们要的东西 就我们也很希望 没有个人 是不希望别人理解我们 对不对 我们都很希望 别人会理解我们 OK 所以在这边 称心会比较适合 OK 可以啊 所以我们要看故事 像称心就是 称心就是 你的心就很配的意思 不是很配 不是很配 就是说 它合我的意 它合我的意 它比较符合我的意思 这个才是 OK 不是配的意思 那个配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但是 不是每一个切意 都是称心的意思 在这一个故事里面 这个切意是属于称心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看故事情节 好不好 可以啦 其他人 其他人呢 其他人没有反应 都觉得很对 没有问题 OK 这样没关系 这样子我直接跳的啦 因为这些里面的 这些课文的 下一次或者以后 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慢慢看啦 可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ABCD的 我不讨论太多啊 OK 这个旧书呢 第二篇是第十二页的啊 这个讲的是一个老婆婆呢 OK 他去收这个旧报纸的 还有旧杂志的 刚开始这个作者以为 他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 OK 但是到后面 他竟然在一个 比较比较偏僻的这个图书馆呢 看到他捐出来的书 就让他卖 让这个婆婆去卖的这个书 原来婆婆并没有 把他卖掉 而是把他捐掉 OK 也就是说这个作者呢 从刚开始的呢 他对这个婆婆 有一点点的偏见 当然他那个偏见 不是属于贬义的啊 只是说 可能是因为生活的 生活啊 什么逼人的关系 他可能觉得 老婆婆真的很缺钱 很需要钱 可是他并没有想到 这个老婆婆 就算他再需要钱也好 他并没有 把这些东西 卖掉那个钱 自己拿来用 OK 反而他很羞愧 因为他办公室里面的人 是把这些书啊 这些报纸给卖啦 反而拿那个钱 来买零食给大家吃 可是这个老婆婆 他竟然把这些书呢 OK 都捐给这些图书馆 让别人有 让更多的人 有看得到他的书 OK 所以这个老婆婆的 这个高尚的情操啊 其实是他觉得 很惭愧的地方 OK 所以这篇文章 第一到第十题 第十三页的啊 有什么问题吗 喂 老师 我全部答对这个 哦 很好 OK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 哈喽 其他人没有做 其他人给我一些回应一下 平时那个 那个名讲不是很多话的吗 今天这么讲 没有话的 他今天生病了 老师这个讨论你 还是还没有讨论 还没有讨论 但是因为我给答案 这个是假期 上次上次假期的时候 我给答案 所以你们 答案了没 答案了没 上次三月到六月之间 我给过了的 不要紧 迟点我会再给多一次 OK 所以不要紧 这样子我直接跳个啦 我现在要着重的是在这个 OK 第一百个客人 OK 这个 老师叫我啊 什么事 什么事 你太迟了 我用过了 哦 快这样问 我们也是做了 我们也是做了 但是我的本还没有做 直接给答案 我的本还没有做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讨论 拿来听啊 OK 所以我大致上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的主角呢 就是一个老奶奶 一个小孩 当然他还有一个配角 就是这个店的 这个卖汤饭店的这个老板 OK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个故事大概的讲的 就是这个一个老奶奶 跟一个小孩 有一次 在中午过去的时候呢 他们进去这一间店 给小吃店啊 他们要 要了一碗汤饭 两个人 OK 可是只要了一碗牛肉汤饭 而且 这个老板有注意得到 这个老奶奶呢 当他要 他要 怎么说 他要叫这个牛肉汤饭的时候呢 他还数了 他手上所有的钱 OK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这个老奶奶 并不是很富裕 OK 有可能连一碗汤饭 都觉得买不起 可是老奶奶 还是为了孙子 叫了那一碗牛肉汤饭 而且还付了钱 OK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奶奶呢 OK 其实他 并没有吃这个汤饭 而是 让这个孙子吃完 OK 所以孙子其实 一面看着奶奶就说 我真的可以把它吃完吗 OK 结果这个奶奶 就一面在咬着 咀嚼着 咀嚼着那个 阿萝卜泡菜 因为这种配菜 可能是免费的 我不确定啊 这边没有写 OK 他就说他已经吃饱了 OK 这个是很常发生的 我们很想吃东西的时候 哎很好吃 我想吃多点 可是妈咪就讲 我吃饱了 你们吃了 其实妈咪可能还没有吃饱 OK 其实他只是让给我们吃 所以一样的 像这个老奶奶 其实也是一样 OK 所以过了这一天 因为这个汤饭 真的是很好吃 OK 所以小孩子很快就吃光了 这个时候那个老板呢 OK 看到他们这么可怜 就说 哎 你们今天是第100个客人 OK 所以免费 OK 所以他 因为他为什么会 用这句话呢 其实他可能是要照顾到 他们两个的自尊心 OK 因为你看老奶奶 就算没有钱 可是他也没有想过 要吃霸王餐 他也没有想过 要去求老板 给他便宜一点 没有 代表这老奶奶 还有这个孩子 其实很有骨气的 OK 所以这个他们 这个老板呢 看到这个老奶奶 一面 拒绝那个萝卜泡菜 并没有去吃那个汤饭 而是让小男孩 一个人吃到晚 所以这个老板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 他要免费给他们吃 OK 他给他们免费的理由 是因为他们今天是第一百个客人 OK 当然 这个可能不是真的 OK 他不可能是 可能是这么巧第一百个客人 也有可能是真的 可是在接下来的故事 还告诉我们 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一个多月 某一天呢 这个小男孩竟然 OK 就蹲在这个 这个小食店对面 OK 正在做一件事情 老板才发现到 原来他一直在 算进入他这个店里面的客人 OK 原来突然间 老板就会想起 这个小男孩 原来就是一个月多前来 一个多月前来的这个小孩 他想过 他想到他那天 他讲了 第一百个客人是免费的 所以 他就赶紧打电话给他的老顾客 叫老顾客全部来捧场 而且是不用付钱的 OK 他老顾客全部来了 过后 当那个小男孩 算是算到第九十九个的时候 他就快快拉着他的奶奶 一起进去 这个 这个小食店 他就说 他就觉得他今天是第一百个客人 因为他已经算到九十九个进去了 OK 所以当他算到第一百个客人的时候 他就快快走进去 然后叫了 一碗这个牛肉 这个汤饭 OK 他就告诉他奶奶 这一次是我请客了 OK 还有这个小男孩呢 就学他奶奶这样子 现在反而就轮到他 在那边咀嚼那个泡菜萝卜 OK 萝卜泡菜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小男孩呢 就不吃给他的这个奶奶吃 OK 所以 可是老板娘看了 他觉得不忍心 OK 所以 当他看到 看到下一幕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老板 这个奶奶呢 就问他的 孙子呢 你要不要留一些给你啊 给小男孩就说 诶我不用了 OK 你看我很饱啊 OK 我已经吃饱了 OK 所以 这一个其实就是怎么说 大概这个故事上的这个情节啊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奶奶跟这个小男孩呢 其实 都是属于不是那一种 占人家便宜的人 当然你可能讲老师 你看他看到第一百个客人 他就快快走进去 OK 所以他是不是在占这个店家的便宜 OK 可是 这个小男孩 他并没有这样子的觉得 因为这是一个小孩子 他有一份孝心 OK 所以他这个小男孩怎么说 他不是讲 是像我们大人那种 有一些人是真的是很喜欢去占人家便宜的 可是他并不是那一种 OK 而是他是有那一种孝心 OK 想要孝心他的这个奶奶 所以看得到吗 OK 当然最后你们猜他到底有没有付钱 有什么意见吗 我猜 应该是他没有付咯 那个老板娘就讲免费咯 免费咯 对啊 这些老板娘上次还说要送一碗给他 对不对 OK 可是他并没有送给他 他并没有说 在这边他并没有说有没有送给他 但是其实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后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了 他直接就结肥了呢 因为其实后面的 他到底有没有付钱 OK 这一个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这一则故事呢 其实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就是最后一段的那一段字 以念善心助长一颗幼苗 OK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 OK 颗颗幼苗可以成林 人人有爱 社会有情 OK 就是因为老板的这一份善心呢 OK 让这个小男孩也知道孝敬这两个字 OK 他并没有说 他上次吃完是反正奶奶都饱了的 他并没有这样子想 而是他其实知道奶奶 其实是没有吃饱的 OK 所以这一次他也效仿奶奶这样子 OK 其实还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一个东西而已 OK 所以后面的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啊 当然他只是留给 留个悬念给我们去猜 OK 到底这个 小男孩有没有付钱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虽然是猜到 猜不到也好 OK 他其实要给我们 带出来的信息 就是最后那一段 OK 世界上 就是善心啊 对 就是善心 善心 其实是善心 还有这个孝心 OK 善心使到小男孩 这个孝心呢 能够 就算是没有钱 他也能够成功尽效 这个是我认为 当然这个只是 我很主观的这个意见 OK 如果由你们那边 看你们有不同的想法 当然我也欢迎你们说出来 OK 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老师真的很对不起 OK 因为今天我还有一个作文要讲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 我们要快一点点啊 OK 答案等一下 我会再重复放在这个群组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一晃眼 一晃眼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代替 一眨眼 对 一眨眼 OK 一瞬间 一刹 一刹那 OK 这些都可以 只要是关于一下 就是一下子的 OK 如果你放一下子功夫 就怪怪的 OK 所以我们要一眨眼功夫 一刹那功夫 一瞬间功夫 OK 就都适合啊 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OK 你可以得到两分 OK 不用写到完 选其中一个 OK 然后我们直接 看第二题啊 奶奶将碗推向 孙子面前 小男孩吞了吞口水 望着奶奶说 奶奶您真的吃过中饭了吗 这个中饭指的 就是午餐啊 OK 在马来西亚 我们讲的是午餐 OK 他们在中国 他们是讲中饭 OK 从上面的句子 你可以看出 祖孙俩的关系如何 如果你们只是讲 他们的关系很好 OK 我觉得我最多最多 可以给你们一分 OK 在这边你要讲到的是 小男孩跟奶奶 之间的关系 祖孙俩 他这三个字啊 你要看清清楚 出来 祖孙俩的关系 这个就代表 你需要给我一个互相的句子 OK 怎么样叫互相的句子呢 奶奶 好爱 老师 可不可以直接讲 祖孙俩的关系非常浓厚 以及有互相礼让的精神 当食物顺算作为时 小男孩总是把最好吃的 留给奶奶品尝 其实是可以 但是你不需要给例子 因为他在这边 没有讲要给例子 因为他这边讲的是 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你只需要告诉我 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就好了 如果你讲他们的关系 很好很亲密什么 最多是可以得到一分罢了 一分到两分 老师浓厚呢 如果你讲浓厚也是大概一分 不会给到你两分 因为我现在要你 还有互相礼让 OK 如果互相礼让 在这一边的话 如果互相礼让 其实不是很正确的这个解释 我有可能会给一分啦 又或者一分都没有 因为在这边 不是讲礼不礼让的东西 如果你讲恐龙让离 让离那个 那个是互相礼让的精神 可是在这边的 不是互相礼让的精神 互相礼让精神 只是占了那么一点点的部分 OK 恐龙让离 恐龙 恐龙 OK 所以在这边的 我要的关系啊 是奶奶疼爱 孙子 孙子敬爱奶奶 这两个你有写到 才可以有四分 当然我这边 前面写这个两分 这个两分 其实是给松了 因为其实在这边 祖孙俩 他要你写的是互相的 就像刚才 沛颖 如果你讲互相 互相怎么说疼爱 如果你讲互相 心疼对方 那个我可能会给你两分 OK 因为这个我要的是互相的关系的 你要讲的是奶奶疼爱孙子 或者是孙子疼爱奶奶 这两个一起才有一个满满的四分 如果你只是写互相礼让 因为在这边 我最主要的这个 主旨不是礼让 而是爱 OK 所以要搞清楚啊 沛颖 可以吗 OK 明白我说什么吗 明白啊 OK 所以在这一边 就是说 一定要改字啊 心疼或疼爱就可以了 不是一定要改字 只是说在这个课文里面 最适合用的是疼爱 或者是爱这个字 因为在这边 记住 以后看到问题 讲祖孙俩 讲到有个俩的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 一定要是互相的 OK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关系怎么样 你讲关系很好 如果他两分 OK你讲关系很好 可能会有那一分两分 可是如果他有四分这么多的话 你一定要写 谁对 不要A跟B 他们关系怎么样 你要写出来 A对B怎么样 B也要对A怎么样 要写回来的 来回的 那种互相的关系 才可以有满分 这个你们要记清楚啊 如果单单只是写一方面 比如说你讲 奶奶只是很疼爱孙子的话 我可能会给一到两分罢了 我绝对不会给你超过两分 OK 所以因为你一定要写互相的 A对B怎么样 B也要对回A怎么样 OK 这个才是可以写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要看好来啊 OK 所以这边占了四分 来 接下来老板娘 老板为什么心急如焚的打电话 请人吃面呢 所以为什么他要请人家吃面 他为什么不直接叫他进来 然后讲 我今天免费给你 所以他要凑人数 对他要凑人数很好 他除了要凑人数之外 他也希望小男孩可以来免费吃面 他是打心里面就是打算给他免费吃面 老师我的答案 嗯 这样 快点因为佩颖 老师我的原因就是 因为小男孩没看到客人走进店里 就把小时子换进眼前里 直到凑成100克 小男孩就为了他与奶奶 能够吃免费的面 所以老板说他们的幸运成为 第一来个顾客 今天连50个也凑成 小男孩的心业差不多要凑一辆 你是超 你是有比较 你太长了 而且你讲到的 就很像只有大概让他 让这个小男孩可以完成这个心愿 你可能只可以拿到两分 看到吗 这么长的时间 你只可以拿这么长的句子 你只可以拿到那个两分 那个两分是拿两分 等一下我跟你讲配音啊 我给你看前面这个啊 因为他要让客人人数击增 OK 因为刚才配音你讲的是 比较着重于小男孩的立场 可是现在 问题是问小男孩吗 配音 配音问题是问谁 不是 是问那只老板 对 所以现在我要站在老板的立场去回答 所以其实是老板要让客人的人数击增 对 他要让人数增加 OK 谁写增加也可以 击增也可以 OK 这边两分 然后是要让小男孩完成 第一百个客人免费亲奶奶吃汤饭的心愿 这个两分 所以配音刚才你写的那些字 你家小孩去那边算石子啊 什么子东西啊 那个其实是可以算在后面这边 我可以给你两分 但其实 正确来说 你的立场是错的啊 因为我现在问题问的是 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而不是小男孩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所以你回答的方式比较偏向于男孩的立场 你懂我讲什么吗 配音 配音 哈喽 配音没有在 OK 所以刚才配音你的那个问题啊 老师我有在 就是 所以你刚才回答的问题 你是站在小男孩的立场上 可是现在问题是要你站在老板的立场上 所以你要很小心啊 可以吗 可以啊 OK 所以如果是你的 OK 你知道这个图我会给你这个 啊 这样 就是说后面的我有分 但是其实正确来说 我只能给你一分 如果真的要很严格的话 因为你现在是站在小男孩的立场上面讲话 我现在要你的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面讲话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因为问题是要问老板 是要问老板 是要问老板为什么要去打电话 而不是说 是因为小男孩要这样子 是因为他想让小男孩 如果你有写老板想让小男孩 OK 那个可以 OK 因为现在我要站在老板的立场上面讲 OK 不要紧 如果你还不明白吃点 我们私信讲 OK 可以啊 因为我私信的关系啊 OK 所以现在我们看第四题啊 你如何诠释这个句子 OK 所以那小男孩正在学什么什么什么 OK 就是讲 这句话是谁讲的呢 如果你们还注意的话 这句话其实就是老板娘 OK 他想要 怎么说 他想要让这个小男孩 再给多啊 怎么说啊 给多这个啊 给多一碗免费 给这个小男孩吃 可是老板 他直接说了一句 这个小男孩其实正在学习 吃东西 不饱的道理 是什么意思呢 OK 你如何诠释这个句子 就代表这个句子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板为什么讲这一句话 OK 老板为什么还讲 这个小孩子 小孩子啊 他在学习啊 就算不吃东西 也会饱的道理 是为了什么呢 OK 是小男孩学习奶奶 先人后籍的精神 又或者是 只要你们有写到 小孩子啊 要学会礼让的精神 就很像刚才佩颖你讲的 那个礼让 这个可以拿三分 OK 如果是这一题 老师 可是我 我又写错了 你写什么 我写小男孩为了 小男孩为了让奶奶 能够吃三个好饭 所以他虽然肚子饿 因为假装 我肚子烤了 这个我可以给 可能一到两分 这个我可能 可是那个给我零蛋 没有 我要看你的句子 所以我就是讲了 因为要看 因为要看每一个人 因为我现在拿的 这个答案的标准 可能跟别的老师 拿的答案标准 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我就是说 如果是可怜分 我可能会给一到两分 所以要看 所以为什么 我说很主观啊 这些 所以这个我不可以讲 这个老师 你不会讲 这个老师改错 你不可以 因为这个是很个人的 OK 所以不能说 不能说 一定是这个错 一定是对 或者迟点 我再跟你看过 OK 但是在这一边 其实最主要是讲 先让奶奶吃饱了 OK 然后他才自己吃 当然 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三分 OK 要真正的三分 是这样子其实 OK 可是如果你们可以写到 他有礼让 OK 他要让奶奶先吃饱 OK 这个我也可以给你分 OK 所以注意啊 OK 来最后文章的主旨 主要的是讲什么啊 只要每个人的心中有爱 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这一句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最后一段来的 OK 最后一段 老师 我的就是人间处处有文情 只要发挥爱情 社会就出现文情 嗯 可以吧 也是可以了 OK 所以啊 但是要看完 看完你的那个句子 我才可以看 要开启定多啊 OK 所以其实最后一段主旨呢 就是文中那一段 就很像刚才我讲 为什么到后面 他没有写 他到底付不付钱 而是直接用那一段来结 来结尾 是因为 他要给我们 带出来的信息 就在最后一段 OK 所以这个最后一段 就是这个文中的主旨 但是不是每一篇文章 都是最后一段是主旨啊 所以你们要注意啊 OK 所以可以了 这一个 就大概这样子讲完啊 OK 时间上的关系 我需要快一点了 关于这个交花的 你们应该也有去看了 OK 这个是关于一个妈妈 OK 他有种 他的这个花 OK 可是有一天 他竟然以为 OK 他旁边的一些 那一株小草呢 其实就是杂草 OK 然后他就把它给 给他丢掉了 给打起来 然后丢掉了 然后他儿子回来 就很哭哭闹闹的 OK 说他的花被妈妈摘掉了 OK 所以到最后 妈妈原来才知道 原来他摘掉的那一朵花 所谓的花 其实就是 那个他所谓 任为的那个杂草 OK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问题啊 OK 在这个课文里面 最后一段 OK 我先讲先 OK 这个课文里面 最后一段 我想讲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 你们很多人看不懂 那天有人问我 OK 老师 这也是什么东西来的 OK 所以我现在直接讲啊 你看 你们可以看回最后一段啊 这些花的名称 给你们看一下 柳树是长这样的 OK 如果你远远看的话 他就很像有很多 一条一条东西掉下来 我相信你们也有看过 远远看的话 其实是很朦朦 很像感觉很朦朦胧胧的那种 那种就是柳树 OK 然后他的这个 静静看的时候 他其实就很像 那个稻碎这样子 很像稻米这样子啊 如果是杨树的话呢 他是开起来很整齐的 OK 他的绿意也比较 比较盎然的啊 他开起来是比较整齐 不像杨树这么 柳树这么乱啊 OK 然后 接下来这个狗尾草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我们会 绕绕看到那种杂草 感觉他很刺我们的脚 如果我们去那个裤穿过去的话 那感觉很沾上很多这种东西 OK 这个就是狗尾草 还有这个叫吉利的东西啊 OK 吉利这个东西呢 他其实你永远看呢 你静静看到 其实他有很多那种 很像刺这样子的 OK 你们注意看啊 然后其实永远看 他有其实有花 OK 但是他的花是比较小朵的 OK 所以你们就是认识一下 这些花啦 OK 因为时间上关系 我是要跳快一点啊 OK 来第一题 静静的阳台 显得喧嚷了起来 这一句 实际用了什么羞耻手法 阳台竟然显得喧嚷 喧嚷是很嘈杂的意思 所以只有人才会做这种东西 OK 所以在这边 我们用了比拟羞耻手法 所以这个简单 我们可以快一点 妈妈的心为什么而动 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没有说 她的心温柔的动了一下 扶下声抱起了孩子 OK 这一个是在第 一下子啊 这个是在最后第二 第三段 OK 所以妈妈发现 她从垃圾桶捡起来 那个所谓的杂草啊 OK 她竟然 OK 她说这个也叫花 这么丑 OK 但是 OK 她在心里面是这样子讲啊 她是心就动了一下 就在这边 她的心动了一下 OK 她就把孩子抱着 OK 为什么她会这样子讲呢 因为就是前面那一句 为孩子内心深处 对不知名花儿的真情所感动 就很像我每一个人看到 老师 啊这样 我想问你我的答案啊 嗯 那个 那个老师给我领诞啊 嗯 我的答案 妈妈的心动 心动 因为儿子哭 是为了妈妈 帮了这些 妨碍杜鹃身上的插场 但儿子说是 他自己的话 所以妈妈心 其实是 在想着 是否向孩子道歉 不对 不对 因为你看最后第三端 最后 最后算起来第三端 那个 她现在讲的这一句 她为什么 她的心为什么而动 不是因为 她的孩子哭 你这个完全就 错误的方向了 她是因为 她觉得 很感动 是因为孩子 竟然连不知名的花 都这么 这么疼爱 就很像我们 我们平时看到 什么牡丹花 杜鹃花 玫瑰花 这些都是比较漂亮的花 我们自然就会觉得 很漂亮啊 很美啊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 路边长的那种杂草的那种花 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 这个花很美 我们都会随意去见它 OK 这个是很人之常情的 因为我们是眼中只看到好的东西 可是只有小孩的眼中 不管它再小再渺小 OK 他都觉得只要是花 我们都应该要同爱 他是被这个孩子 这样子的感情而感动 OK 不是因为他的孩子哭 所以他觉得 他误会了他的孩子 并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你那个完全错啊 所以你那个肯定是凌粉 就是说老师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小孩子的心 然后什么 不管什么东西 动物都要 对 就算 不是动物 就算再小 没有 就算再小的 就算再不 再渺小的这些花儿 他都会把它当成是 很美丽 很漂亮的花儿 来去呵护 反而他的妈妈 只呵护那一些 比较 比较名贵 比较好看的花 孩子就算不好看的花 他也是呵护 他也把它当成是花 所以是这一种 老师 所以答案要在哪里 可以找得出来 所以啦 我现在给你们看的 就是在最后第三段那边写 你看 因为他妈妈讲 妈妈妈想说 这也配叫花儿 你看他多么丑 看到吗 他妈妈认为 很丑的就不是花儿 只有美的才是花儿 可是孩子 不管他是美还是丑 他都觉得 他只要是花儿 他就是花 现在明白我讲什么吗 只要是花儿 他就值得被呵护 这个是孩子的想法 他妈妈只觉得 只要漂亮的花儿 才值得被呵护 这个就是大人 跟小孩的观点不同 OK 可以吗 前面他的孩子 讲儿子哭的 那个厉害 就是因为他妈妈 爸丢他的花 现在不管那个哭的事 现在我要讲 他是妈妈的心 为什么动 你看到吗 你每次很弄错 弄错重点 你都会去 孩子的观点去看 问题是 现在问题是 要问妈妈的观点 配音 你的问题就在这一边 因为你没有看清楚 问题要的是什么 现在这个问题 他要妈妈 对啊 他要妈妈 你干嘛去写小孩 你要站在妈妈的角度 去想那个小孩 而不是站在小孩的角度 你要站在妈妈的角度 为什么他会心动 为什么他会在这一边 会感动 就是因为他的孩子 OK 把不知名的花儿 都当成是 很漂亮 很美丽的花儿 去呵护 这个是他妈妈的 心动的原因 OK 不是因为他妈妈 看到孩子 去可怜那个花儿 而去哭 不是因为这个 你要明白 现在是站在妈咪的角度上面 可以吗 配音 你的问题就在这边 不要紧 让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以后 要怎么样教你做这些东西 OK 很好 不要紧 没关系 下一次我会给你 其他的东西做 OK 可以啊 OK 不用紧 我也会自己找题目了 很好 就是要去锻炼你自己 OK 所以来第三题啊 他在看花儿的时候 眼里样着笑啊 看到这个啊 配音 这个是要讲谁 这个是要讲谁 讲妈妈 对 你只要针对妈妈 不要去针对孩子啊 你要去想妈妈的时候啊 所以为什么 他的眼里会样着笑呢 因为妈妈很喜欢花朵 可以 但是如果喜欢花朵 你得不到满分啊 OK 如果你要讲 看花儿心情很好 OK满分 OK 如果是心情很欢畅 老师我可以先 妈妈欢喜 当看到自己的花儿 逐渐生长 你的句子 句式有点不对 你的那个什么 语句的那个秩序 有点吊乱 OK 应该要 让妈妈 当她看到 花儿什么什么生长的时候 妈妈 那个妈妈的什么心情 怎么样 你要放在后面 你的句式有点不对 对 你的句式很不对 可是老师给我对 对 就是你的句式有问题 对 你的句式有问题 读讲了吗 其实句式 在老师的这个改分里面 其实老师 不会给你们 扣分的 但是如果是我在班上 一直坚持坚持 强调强调很多次 但是你们还是错的话 我也可能会扣分 所以我就讲 改分其实是看老师的 OK 所以 所以你们要知道 OK来 可以了 所以可以 只要你的句式是有点不对 你调话位置就可以了 OK来 第四题 对不起 妈妈不该拔掉你的花儿 你认为妈妈 为什么要对儿子道歉 看到吗 这边又是妈妈 为什么对孩子道歉 OK 是妈妈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针对妈妈 OK讲 老师我觉得我自己错太离谱了 你讲什么 我就讲 当孩子为杂草教学时 他们话儿也有获得水分 当方方都获得水分 他们就能够继续认证 你完全没有关系 我跟科学眼里 你不要给我科学眼里 现在我讲课文 课文 OK 所以你看 因为他要保护孩子幼小的心灵 他跟他道歉是因为 OK 因为孩子竟然把不知名的花草 OK 不知或者是很小很渺小的那种花 不漂亮的话 当成是宝贝 OK 所以他把他的宝贝给弄死了 OK 所以他只是要跟他道歉 是要承认自己的错误 让孩子不再因为以后 OK 反正这个都没有用的 这个都 怎么说 这个都这么丑的 他不配当我的妹妹 比如说 他不希望有这种观念 在他以后 孩子的这个心灵 所以他要保护他的心灵 不让他认为 OK 如果这个妈妈 她是一个很坏的妈妈 她可能是说 这种东西哪里可以配得上 称为是花儿 在这边虽然他也这样子想 可是他没有这样子说出来 可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子说出来了 的话 以后孩子就会说 这个东西这么烂 不是名牌 我才不要穿 不配叫着名 这个衣服不是名牌 不配叫着衣服 比如说 如果他的妈妈 是这一种妈妈的话 他很担心 以后他的孩子 就会变成是一个 很势利的人 很势利眼的人 可是因为他要保护 他孩子这么美好的这个心灵 所以他才跟他道歉 OK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以后孩子 不会因为 看不起一些 看清一些东西 OK 而去怎么说 而去侵蚀他 OK 所以他其实妈妈做的这个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保护他 OK 有可能 如果你们谁写 因为妈妈认为自己做错了 错怪了孩子 OK 这一边不对啊 OK 这个没有分 如果妈妈认为自己做错了 我可能会给你一个一分 OK 但是 OK 你要看你的句子啦 OK 我所谓讲的 现在我讲的话 我要看你们 看到你们的句式 我才可以说 你们到底是对还是错 OK 但是如果你们讲妈妈认为他自己做错了 可以 OK 所以或者是妈妈后悔 自己把他的花给摘掉了 跟做错是一类似的 可以给一分 OK 如果要拿到四分的话 就保护他 OK 保护他的心灵 这个才是真正的蛮 对不起 我不是相信答问题啊 没关系那个 OK 你如何诠释中花儿的意义啊 指 OK 在这个花儿指的是什么呢 这边里面的花儿 不是指妈妈的花儿 而是小孩认为的那个花儿 所以这个课文里面的花儿的含义 竟然有五分啊 OK 所以在这边是讲 生活中一切容易被人忽视 OK 两分 但却很美好的事物 花 对我们来说都是美好的 为什么呢 情人节纪念有花 母亲节有康耐心 OK 所以所有的 比如说生孩子 去医院探兵啊 你都会送一些植物 送一些花 OK 所以花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美好的事物 虽然很不耐看 很不耐用 OK 只是也不耐看 OK 所以这些花呢 其实在表面上 其实就是很美好的 很漂亮 但是很快会凋零 OK 所以在这边 这些漂亮的花 都是很美好的 但是 当一些比较渺小 被人家容易忽视的那些花 到底又是属于什么呢 OK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它其实要强调的 就算是很小的 很渺小的花 不漂亮的花 它都是花呀 它都是在我们生活中 可以让我们 怎么说 养眼的一些东西 让我们生活中 感受到美好的一个事物 OK 一个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 虽然很容易被人家忽视 可是它在现实生活中 是很美好的 不要忘记 花也是植物的一种 植物贡献了氧气 给我们的世界 给我们的大气层 我们才可以到现在 可以呼吸 OK 所以其实花是植物 是属于很美好的东西 当然这一题 我觉得对你们来说 会很难啊 因为连我自己都打不对 是 嗯这样 连我自己也打不对啊 我就讲 不要讲你 我自己也不对 我自己也不对 因为我写的不是很对 因为我写的 它们里面的那个含义 所以如果根据上 根据这个问题的话 它要的含义是 就讲 The sea rat 就是说不是在表面上 给你看到的这个花 而是它有 比较内在的这些含义 所以这个我完全错 所以这个 我很老实跟你讲 因为我也在学习当中 我在教你们的时候 我也在学习 OK 可以啊 OK 现在我要快跳啊 OK 现在我要看的是 物主的作文 OK 大家准备 OK准备看一下啊 你们可以翻开 你们的这个 作业的第47页 OK 你们看一下它的格式 是怎么样的啊 OK 物主的作文 首先我们来看看 它一共会有三题 OK 第3的格式里面 肯定只有三题 但是你们只需要 选一题来作答 OK 然后它的满分为30分 这个全部都知道 OK 只是大多数的人 只拿到10多分 OK 甚至20分很少 OK 所以为什么会拿到10多分 等一下我们会聊一下 OK 所以第一题呢 都是自由题 或者叫开放题 什么是开放题 什么是自由题呢 就是说它给你的题目呢 你可以写成继续文 或者是你可以写成说明文 这两种文 OK 因为在你们的这个程度 比第3里面 只需要学这两种文就好了 OK 题目 OK 这个例子 有不完美的人生 或者是你们在作业 第47页的 有志者 试进程 OK 所以这一些题目呢 OK 你可以写成故事 也就是所谓的继续文 比如说不完美的人生 你可以写成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人可能他一辈子 OK 都做了很多好事之类的 可是他并没有孩子 比如说 OK 这个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人生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人的故事 维维到来 给到最后 你再强调 这个不完美的人生 是怎么样的 OK 如果你要写成说明文的话 你需要告诉我 怎么样叫不完美的人生 比如说第一段 你写不完美的人生 就是比如说 在生活中 我们缺没有家人的陪伴 第二段 你就写 你没有朋友的陪伴 比如说 这个是在 你在说明 你在解释 什么是不完美的人生 OK 所以就像有智者是进程也是一样 你可以从多到尾写一个故事 然后到最后一段 你带出来有智者是进程 就是说 从刚开始 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 到最后他不断的努力之下 他终于达到了 这个就是有智者是进程的故事 你写一个故事 你可以写阿明阿花 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写成说明文的话 你不要写成继续文 继续文是刚才有阿明阿花那一个 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写成说明文 你可以告诉我 怎么样叫做有智者是进程 比如说 遇到困难 不要放弃 遇到困难 你要想很多计划 比如说 遇到困难 你需要自己去 怎么说 自己去找出问题在哪里 然后再去解决 这些就是有智者是进程的说明文 所以看到吗 如果是自由题的话 他给你的题目 你是可以转换的 你可以写成故事 你也可以写成说明 OK 所以这种是第一题 如果是第二题的话 他一滴100%是继续文 也就是说第二题呢 他100%就是要你写故事 例子 只有我失眠了 或者是你们这个作业里面 47页的 清晨的那场语 这个不可能写成说明文 你不可能讲 OK 我失眠了 老师 我要写成说明文 给老师 开头自己写 什么叫我失眠了 就是我 陈美丽 晚上睡不着觉 眼睛真的太窄了 你不可能这样子写 对不对 所以你不可能写成说明文的 所以你需要写 我失眠了 你就写一个故事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失眠了 OK 然后你失眠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OK 所以这些 OK 这个就是故事 继续文 它不适合写成说明文 这样 老师 这些 那些是从来 是中意的作业 对 我就是拿这些例子 给你们看 以便 以后你们有机会 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写 OK 然后还有清晨的那场语 也是一样 清晨 看好来 清晨 你们很常写离题是什么 清晨的那场语 你们写下 只是写到雨天的东西 并没有提到清晨这个东西 要不然就是清晨的时候 你写从早上下到晚上 这个是不对的 你写继续文的时候 OK 等一下我再讲解一下 但是这个 这个你只可以写成故事 OK 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下雨天发生什么事情 OK 可是不可能写成说明文 什么叫清晨的那场语 就是清晨下的那场语 清晨下的那场语 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什么什么 你不可能再写成说明文 OK 所以这个也是继续文的一种 OK 所以你放心 他们给你的问题呢 100% 第一题肯定是可以换的 你可以换成继续文 你可以换成这个说明文 OK 如果第二题 它肯定是写继续文 OK 这个就是你们需要知识点很多的这个 OK 而且说明文其实有比较好写的地方 例如比如说分段会很容易 OK 因为一个内容写一段就可以了 OK 然后这个上次我已经有讲解过 你们要怎么写啊 比如说谈阅读好数多哦 中学生如何看待金钱之类的 OK 然后现在我要看的就是这个 我们回顾一下啊 之前我们在11月头的时候 我们做过的这个说明文啊 OK 说明文我之前有告诉过你们 开头只需要一段 不要给我太过长啊 老师做 做月第几面 这个不是这个没有的 这个没有的 这个没有的 放在你们的群组 你们自己去看 这个是我年头教过了 啊不年头 月头啊 11月头我教过了的 OK 所以你们自己看啊 然后内容 这是一个内容一段 OK 如果写一个内容过后 记得 那一个内容里面 你要说明这个内容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给我一个例子 或者是两个例子 到最后做一个小总结 所以每一段 你做一个小总结 这个你们可以参考 生命是美丽的那一个 OK 它其实每一段 都类似有一个小总结 这样子的 OK 所以 到最后 结尾一段 可以的话 你们在第一段 跟最后一段 一直要记得用 修持手法 如果不行的话 中间你要穿插也可以 只是我怕你们中间 你们写到很紧张的时候 你们会忘记 运用修持手法 所以你们确保 你们第一段跟第二段 最后一段 可以用到就最好 OK 这个说明文我不讲了啦 说明文 因为上次我已经讲过了 OK 今天我要讲的是 继续文 哇干嘛 这样快 OK 继续文的特点 在哪里啊 通过生动形象的事件 来反映生活 所以为什么 我说继续文是故事 因为它在生活中 是很常发生的 你们时常会看得到的 你们平时也会感觉得到的 OK 所以表达作者的思想 感情是最容易的 OK 因为你们在生活上 都会有经历过 OK 然后它特点是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啊 文章的中心思想 蕴含在具体材料中 OK 就是说 你这个文章里面 你的情绪 你的感情啊 你的中心思想呢 OK 都是属于在这个文章里面 的内容里面了 因为你会从里面 抒发你所有的情感 说出来你所感觉到的 OK 所以我们会用来描写啊 OK 等一下我们再一起看 OK 它的表达方式 OK 有什么 我们来看啊 为了让继续生动 我们需要让我们写的东西 很生动的话 我们需要辅助于 描写的表达方式 OK 怎么样叫描写的表达方式呢 其实年头同学们 OK 我们有做的第一页的 那个作业的 里面的第一页的 OK 我们已经有写了 OK 写人 写景 写物 叙事 还记得哦 你们应该还记得啊 OK 所以这个什么 可是我们班没有做到 所以你停一下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描写 所以描写是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让我们去 感觉到我们很像 身临其境 我们很像在参与你 OK 你跟我解释 那个人的外形是怎么样 你可以描写到很清楚 所以这个就可以 让你的文章更生动 OK 比如说你家 他嘴巴是往上翘的 你就知道 他其实正在做一个动作 所以这些就是描写 OK 如果我们要写 让继续闻呢 流露感情色彩呢 我们就要以 抒情的表达方式来写 什么叫抒情的表达方式 我告诉你们 其实华文很奇妙啊 比如说我们 如果很开心的话 我们通常会说 诶 我很开心耶 这个是我们 很常表达的方式 可是如果 在继续闻里面 如果我们可以 OK 含蓄一点表达 比如说 他的嘴角往上扬 脸上 红扑扑的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代表 他很开心 你不需要用两个字 开心 两个字写出 他很开心 而是你用一些肢体语言 你用一些表情 你用一些感受 OK 来表达他 其实是很开心的 他现在很兴奋 OK 比如说 我们通常用兴奋这两个字 可是如果 我不要用兴奋这两个字 我要把我的文字给加长 OK 我可以写 他整个人在原地跳跃 OK 然后手脚正在摇动 OK 或者是在晃动 或者他整个脸 激动得红扑扑的 代表他很兴奋 OK 所以这些字眼 都可以增加我们的 这个感情的色彩 可以让我们的感情更加鲜明 不要紧等一下 我会很仔细的再讲 OK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人的 和事更有意义 我们要用议论方式 但是议论表达方式 其实我不是很鼓励 因为现在我们连其他 这么简单的 我们都写不到 更何况是议论 因为议论你需要去辩论 你需要去讲你的这个观点 OK 所以到接下来 在继续的过程中 有些地方需要说明的话 我们就要说明的表达方式 OK 说明就是解释的意思 我们需要去解释 OK 所以综合表达方式的灵活 这四样 其实总共有五样 等一下我们一起看 可以使继续文 变得更有表现力 更具感染力 因为这一些加起来的话 会让我们的文章 除了生动之外 我们还有富有感情色彩 OK这个很重要 OK 所以表达方式 其实有五种 OK 有描写 有抒情 有议论 有说明 OK 还有最主要的 就是普通的叙述 OK 我们一起来看啊 第一种表达方式叙述 什么是叙述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把人物的经历 和事物的发展 变化过程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写出来 这个故事的发展 是怎么样的 从早上我们 或者是你看到那个车 或刚开始看到这个车 是跑很快 然后听到一声声响 碰的一声 然后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些就是你在叙述 你在讲这个故事 发生的情节 OK 所以这个是最常见 最基本 也是最主要的 OK 这个是很常 你们很会 很厉害用的 OK 这个叙述 我不会很担心 因为其实大致上 你们写的故事 都是用叙述的方式 告诉我怎么样发生的 写过程的 OK 如果是第二种的话 这个 你们就会比较少 做到描写 因为描写 你需要很仔细 你要有写到一些外貌 动作 事物的性质 形态 警务 这些都是你们在第一页 作业第一页 已经做过了的 OK 还有事物的变化 你需要做的生动的描目 OK 比如说 刚才我讲的 他开心 你原本 你们从来就只会写 他很开心 哈哈大笑 就完了 可是有没有想过 除了这四个字 八个字之外 你还可以 怎么说 你还可以用别的方式 来表达他所谓的那个开心 OK 你可以讲他的嘴巴 OK 笑到 或者是你可以笑到 见牙不见眼 OK 这些都是可以用来 加强 OK 你这个笑的那个 怎么说表情 OK 你描写的这些东西呢 可以让你的文章 看起来更丰富 OK 更生动 OK 因为你们通常就写 哈哈大笑 但是哈哈大笑 除了这四个字 还有什么别的你可以写 写到他见牙不见眼 或者是他笑声 感扰到我们 也一起跟着他笑 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些 夸张性的手法 他笑声 笑到连乌盖都被掀起来了 看到吗 其实你们还有很多种 这种表达方式 很多种这种描写的方式 如果是骄傲的人的话 他骄傲的嘴巴都翘起来了 可以 可以 OK 还有就是眼睛 眼睛可能就是只是动着你们 或者只是很不爽的 看了你们一眼 看了一眼跟看了两眼很重要啊 看了一眼是完全就是不屑一顾那种 所以很好 你就是要从这种 仔细的那种肢体语言 把它写出来 当然 不是要你整一篇都是在写这些所有的东西 OK 等一下我会讲 要看题目 OK 要看文章的题目 看你们更适合是写叙述呢 还是要写描写 比如说 你要写的是 我最爱的人 OK 你要写我最爱的人 比如说你要写你的妈妈 当然描述就会占了 描写就会占了一大部分 因为你要描写出来你妈妈的外表啊 你妈妈的性格啊 然后你妈妈的什么地方 会让你觉得你很爱她 OK 所以描写会占了很大部分 叙述反而变少了 可是如果我说的是 一场车祸 OK 如果是车祸的话 叙述要很多 当然描写也要很多 所以你要看情况 你们要所表达的方式 你们自己要选择 OK 所以叙述通常是比较多故事的 如果要写一个你最爱的人 你最爱的东西 描写会比较多 会占你的比例会比较多啊 OK 如果是说明的话 OK 这个只是很准确的 这个说事物或者阐述事理 OK 这种其实也不是比较少用到 OK 当然如果写故事性的话 说明其实不会占很大部分 因为通常故事性叙述会比较多 OK 所以不要紧迟点 我们一起看这个说明 是怎么样写法啊 OK 如果是表达方式 第四种呢 就是抒情 抒情是什么 就是抒发你的情感 可以分成两种啊 一个是直接抒情 一个是间接抒情 直接抒情就是直输胸义 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 我很快乐 你直接把快乐那两个字 给写出来 但是如果你要间接抒情的话 你就是可以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 你睡不着觉 因为第二天 你要见到你的爱人 比如说 OK 你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你的快乐 显示你的兴奋 OK 比如说他很伤心 可是你不用伤心这两个字 而是他说话的声音 声音有一点哽咽 变得沙哑 我上个一个记者 有关抒情的 他一直睡不好觉 只因为明天就是 分桃圈的日子 可以 可以 这个代表他很紧张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在间接抒情 看到吗 OK 所以很好 就是要这样子 OK 不但是不是每一句都要这样子 该用间接抒情的你就用 不该用的话 你只用直接抒情会比较好 OK 因为有一些事情 你不可以阐述到太多 除非那个题目 他要你写的是一个伤心的 事情 比如说你讲一件伤心的回忆 比如说 如果讲到伤心的回忆 在这一边的伤心 你要很多用间接的这个抒情 我来举一个例子 伤心的回忆 就是今年2020年 就是新冠肺炎 之后就 我们上课也受影响 对啊 然后很多人的身边的人去世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 还有经济也drop 很经济也drop 对对对 但是这个跟抒情 我觉得不是很多 反而比较多说明 OK跟叙述 因为这个是 因为如果你要讲伤心的回忆的话 是要过去了的 这个其实还没有过 你这个其实不对 OK我要回忆是过去了 所以等到新冠肺炎 就是结束了 才可以写成是回忆 OK很好 OK可以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议论 OK议论是要你写出自己的 见解或者是道理啊 这个会有点难 因为你真的很需要 充足的这个知识点啊 OK往往会画龙点睛 深化中心 可是如果你们的议论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话 OK或者是完全 你没有那个知识点 可是你偏偏就是要显示 你在用议论这个 这个表达方式 你很容易会变成画蛇天竹 OK就是跟画龙点睛是相反的 画龙点睛是龙 如果再画上一个眼睛就完美了 可是如果一条蛇 你把它夹交的话 代表是多余的 OK所以这个要很小心 所以我不鼓励你们用第五个 OK可是没关系 我们今天要 我要你们看的这个继续文啊 继续文 OK我给你们的这个例子 不是例子啦 就是说要你们 大概知道第一段要写什么 中间要写什么 OK然后最后要写什么 OK我们一起来看啊 开头一段 通常就是总起全文 为下文做铺垫 OK就是说 一开头就是要引起 读者的好奇心 而且你要为下一个 下一段你要讲的故事呢 做一个开头 OK形成悬念 就让我们很好奇 下面会再做 下面会要讲什么故事 OK奠定感情基调 OK你要奠定这一个故事呢 是开心的 还是伤心的 OK还是困难 那种挫折感 OK所以你要奠定 那个感情基础 是在到哪里的程度 OK照应题目 记得不要离题 OK然后再要开门见山 直接切入事件 尽量避免冗长复杂的描写 很多人开头写到很棒很好 OK但是 其实有一些是写到很啰嗦 你不一定尝就是好 OK所以要记住这一点啊 OK所以最基本的写法 就是一开头 不要打断我先啊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 OK一开头就引起这个故事 最后在结尾时 点名故事的意义 所以开头很重要 当然结尾相同的重要 如果开头 不要忘记 一篇文章 如果开头写到不好 没有人会有兴趣 想要记下去看一些什么 OK所以开头是很重要的 当然结尾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开头写到很好 到最后就是 随便就是解决了那个 很仓促的 就做了一个结尾 OK所以会让人家觉得 虎头蛇尾 OK所以这个要很小心 OK来佩颖你要问什么 讲 就是说 我有看过一个 看过一个作文啊 很好 很晕欸 他的开头就 他讲野餐记吧 到第一段就是写到 如果是去整理东西 过后在车上做习习 啊对 这个就是你们 可能是切个家一点点 这个就是你们写 你们小孩子 你们应该讲 你们很像小学程度 写的作文哦 很像写日记这样子 但是其实并没有 把正确的东西带出来 OK这个尺点 有时间的话 我们以后明年 OK我们可唱华文的时候 我可能会再讲 OK因为明年 你们啊 没有这么早开学是吗 OK所以啊 不要紧 尺点我会 我会再针对这个 我再做多一个 OK我们再做多一个 网上的课啊 OK然后内容 不好意思啊 配音我要打断你啊 因为我要快 因为时间要到了 OK内容啊 OK中间的内容 可以写四到五段 但是其实我觉得 四段是最好的 当然你要写三段 没有错 因为开头一段 绝本一段 然后中间三段 总共五段 可是我觉得六段 是比较漂亮的 当然如果你要写到 五段是可以 但是不能超过 五段内容 因为超过五段 肯定会再写废话了 OK所以最漂亮的四段 其实我是鼓励你们 写四段 OK这个四段继续文呢 不像刚才我讲的 那个说明文 说明文很容易 一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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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可是像这个 老师 我那每一个都是内容 我要怎么分段 这个就是有难度了 OK所以要怎么样分段 OK所以你们 首先要记得乘上起下 什么是乘上起下呢 照应上文 承接上面的文章 上一段 跟下一段 一定要有连接 OK然后引起下文 然后这一文的 最后一个句子呢 一定要有 跟下一段句子呢 是可以连接的 OK也就是说 你写完了这一段 是跟上一段 有连接 然后你写的下一段呢 就是接下来 你会带出 在下一段的 那个文句 OK所以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你要注意什么呢 OK这个继续文的 这个顺序 你要写顺序 顺序就是说 从头到尾发生的事情 顺着去的 或者是倒序 什么叫倒序呢 倒序就是说 你刚开始就说 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然后现在 你再回去以前的回忆 OK所以这个叫倒序 如果是插序的 你写着现在发生的 可是中间 你又穿插一些回忆 OK所以这些 就是你自己要分辨的 你自己要写哪里一种 自己要决定 OK然后句子的类型 这个是我有讲的 OK你也可以成为 这个间接抒情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呢 当你用陈述句 你用疑问句 感叹句跟起始句的时候 OK你可以很婉转的表达 你要显示的 那个情感在那边 比如说 OK你用的是 要讲 哇很漂亮耶 OK你不用 你不用用这个字 他很惊讶 所以他说 他哇很漂亮耶 你直接说 哇很漂亮耶 你用那个感叹 好就代表 你那一句是在惊讶的感觉 你在感叹的感觉 OK 如果你有用疑问句 代表你对这个事情 很疑惑 你不需要用到 他很疑惑这件事情 你不需要用到 这个疑惑这两个字 你直接用 他问那个问号 你问了一个句子 然后问一个问号 那一个就是代表 疑惑的意思 所以句子类型 也是在我们书 书发 我们情感那边 很重要的一环 OK它可以代替 你用的那些形容词 用的那些字词 OK你可以完全 用句子来表达 这样其实也有助于 你们可以加长 你们的文章 OK然后接下来 你们的表达方式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的 可以是叙述描写 议论说明 或者是抒情 OK所以这些 都要看你们的文章 到底是属于 什么样类型的 OK如果人物的描写的话 这刚才我们也有讲到 OK人物你要描写到 怎么样 他的外表啊 他的这个 情感啊这些 OK如果是环境描写的话 看四周围 OK等一下我们会 今天我们要写的作文啊 就是有关于这个的 OK还有就是 你的写法 OK这些就是你们英文 还有马来文所学的 5W1H OK什么啊 人物啊 时间啊 地点啊 这些东西 OK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所有的都要看着 你的那个文章的题目 是什么 才可以决定 OK然后简单的来说 结尾那一段呢 我们就要照应开头 就是与开头相互 总结前文 这个很重要 OK整个文章的 你要给一个总结 你这个总结呢 可以是说这个故事 带给你的这个感触 带给你 你这个道理是什么 都可以 OK看你的 这个题目是什么 OK如果你的 这个总结 最后有那个省略号 什么叫省略号 就是那六个点的 OK就是感觉 有言有尽 而义无穷 文章已经写完了 可是还是需要 你们自己去想 自己去思考 啊这一种 是有点难写到 当然你们不是不可能 没有写到 但是不是那一种 老师我时间不够了 我只好放这个省略号 这个是错的 OK这个省略号 就是说呢 其实你的故事 在这一边 目前为止是完了 可是你还有一些东西呢 是要让读者 自己去思考的 这个你才可以适合 用省略号的结尾 OK当然 我不是很鼓励啊 因为这个很常 会让你们误会 以为是 哎呀反正我 写不完了 我也不懂要写什么了 我就放省略号了 这个是不对的 OK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如果有描写的话 你要含蓄点名中心 OK如果在这边 最后一段 你还是有描写 那个情景的话 OK这个等一下 就是我们会要看的 这个作文的 这个题目 OK你就是有写到这个 OK我们一起来看 假期的功课 今天的功课啊 我们有两个假期功课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今天 要你们写的一篇 可能有一些人 已经写过了 OK 与天接近 我要你们写 这一篇继续文 OK我等一下会给你们 一些帮助 我想问你 去年我还记得 老师给我们写一篇哦 对 所以但是去年我很不满意 所以今年我希望 你们可以再重新写一篇 而且是完全用新的 这个 这个怎么说 视野去写 OK 首先看题目先啊 你们要剖析这个题目 雨天 还有哪里的风景 街上的风景 你不要给我写到 你在游乐场里面 你看到下雨 OK 你不要给我这样子写 除非你讲 你的游乐场是在街边的 这个可以 还有你不要给我写到 住宅区里面 OK 因为去年 我给过一些人写 他们竟然给我写 他在家的窗口 OK 然后看过去 OK 然后路上的人 他是没有写到这个 这个街 街上有什么 我只想到 很想到我去年 我写到这种 这种路 从前上一个 这是我的地理老师 佩颖等一下才讲 现在我时间不够 OK 街景啊 所以你们要记得的 就是街上 街 街上有什么 来讲一下 街上有什么 同学们 行人 其他人呢 其他人 行人还有 路灯 路灯很好 但是如果你要写 晚上的话才有路灯啊 早上的话 你路灯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啊 还有嘞 很重要的 你们平时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除了行人 电面 对 电面 电屋 对 还有车 对 还有水沟 这些都是街景 所以你要给我的头脑里面 一开始就要想到这些情景 街上所有的东西 都要纳入你的头脑里面 对 你讲路灯也可以 OK 因为等一下可能你会用到 OK 所以首先所有的东西 小贩啊 OK 电屋啊 商店啊 OK 超级市场啊 这些全部给我想出来先 在你的脑海里面已经有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构思你要写的这个故事 OK 首先一定是下雨 你可以写的 OK 你可以啊 就是说把它的这个雨天呢 是已经下着雨了的 又或者是还没有下雨 可是等一下会下雨 又或者是你这个雨呢 是从早上会下到晚上的 你自己定个时间 OK 如果你要定是早晨 OK 早晨的情景 那些行人出现的 就是去上班的 去上学的 OK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 在清晨下的雨 可能是放工的 当然有一些人是坐夜班 但是在世界上 大多数的都是早班 OK 你不能所有的都写 是坐夜班 然后早上起来 然后早上要回家的路程 赶上这个 你要写的话 你要符合逻辑啊 所以你自己要决定 如果你要写的是 中午时分的这个雨呢 你就要想好来 你这个中午时分 你要写的那个情景是什么 车上 车可能会很多 马路可能会有很多车 因为很多人 这个时候可能去吃饭 OK 行人也会变多 尤其是咖啡店 餐馆 人会变多 所以你要想到 还有学生 还有同学们 全部放行 对 如果是中午的话 如果你要写到傍晚的话 或者是晚上的话 这个情景又会有什么 所以你要想好 这个景 是怎么样的景 所以头脑里面 你一定要有一个想法了 OK 不可以 等一下 我又想要写早上 等一下我又要写中午 你还没有订多的话 你就给我想了过后 你自己决定 一定要订 不然的话 等一下你写作文 就会很浪费时间 同学们 因为我给 我跟你们说过 我给你们最好的时间 最理想的时间 是50分钟 写一篇作文 因为多过那一个50分钟 你们肯定会写得太长 少过那50分钟 可能你们的内容 会不够充实 所以 你这个50分钟里面 包括你们去想 所以不要紧紧张张开始写 OK 一开始写的话 到最后你就自己的很乱了 那个文章 你不懂到底要怎样分断 所以很容易的就是记得 自己先想 OK 你的场景是要怎么样的 时间 要早上还是要中午 要晚上还是要傍晚 自己想好后来 OK 然后你们要写的景色是怎么样 就根据你那个时间 老师 我问你 如果是晚上 老师可以给我date吗 可以啊 晚上有什么 刚才有朋友讲到的 路灯 还有呢 路灯 还有 晚上下班 下班的也有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 已经吃饱了 带着家人一起出去外面 逛shopping的也有 因为有些早上要上班啊 OK 所以路上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是一家大小出来的 可以啊 出来吃晚餐 出来怎么说 出来去逛街啊 唱Key啊 这些 看到吗 你可以想这些画面 你可以想这些画面 总之你要记得 如果你选晚上的话 这些情景是要符合晚上的 你不要跟我讲 如果是午夜的话呢 午夜 你要午夜的话也可以 午夜的话街上没有什么人 你要写什么 你可以写啦 但是你要 尽量写咯 你可以写咯 你尽量写咯 可以很好 你要尝试挑战也可以 OK 很好 OK 所以不一定只要早上 所以同学们 你们现在头脑要有了啊 OK 要有那个 你们要写的那个景色啊 所以开头第一段 你要拟定时间 就刚才我讲的 OK 然后你要写四周 如果你已经开始拟定了你的时间 四周围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OK 比如说如果我 这个是我给的例子 当然你可以不要照我的啊 这个是我拟定好了的 OK 我选择的是白天 可是我没有讲是哪里的时间 所以由你们自己写的决定啊 谁要写夜晚的 你要自己写 自己另外写啊 OK 所以如果夜晚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到天空的话 你就写呗 比如说如果要下雨的天空 你会看到什么 怎样的天空 有心情吗 配音 乌云 对啊 你会看不到心情 乌云其实你也看不到 对 所以如果你要写晚上的话 其实乌云你也看不到 你只是看到天空一片黑 当然你有可能看到一些 比较灰尘灰色的那种云朵 但其实不是很清楚 OK 唯一能够让 要下雨的话 最好就是写白天啊 没有不一定 所以晚上也是很好啊 晚上的天空是怎么样的 看不到星星 看不到月亮 OK 所以这个或者时不时 可以看到一些光亮 是闪电的光亮 比如说 可以啊 因为还没有下雨嘛 所以街上的情景 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很多人就穿着水仙装出来了 OK 如果你讲行人的情景啊 就能说有些是一家大小出来 OK 有些是情侣啊 有些是朋友啊 OK 然后你就慢慢写 这个时候 雷声大作什么之类的 如果不要写这个 你就可以写慢慢的已经开始 感觉到很闷热 雨就要马上下了 OK 这个就结尾了 第一段 OK 第一段 然后过后雨马上要下了 接下来的第二段啊 你就是要跟上一段要有连接的 就是说上一段讲马上要下雨了 第二段就直接要下雨了 就要写下雨的东西了 所以看到吗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内容 要跟那一段 一定要跟上一段要有连接的 像老师 这样如果是中午的雨 我可以写开头 放写了 每个同学们都要准备回家 这个不要跟我讲 就算先天空黑 你这个不要跟我讲 你要自己写 因为我不想要 因为我要你们自己写 过后我要再评价 OK 所以当内容里面可以写四到五段 要怎么分配 你可以一个内容写一段 我在这边写的 当然如果你不要跟着我的话 你自己要写也可以 OK 所以如果这是我给的意见啊 四到五段啊 不要写五段啊 五段太长了 四段啊 OK 所以开始啊 下雨的时候天空的转变 刚才天空是怎么样 然后现在天空又怎么样 OK 你可以写开始一些 有一些雷鸣 电闪 OK 你可以写这些东西 或者你看到天上的鸟儿 在飞回家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下雨的话 他们的这些动物会比我们显直到 所以他们会 你可以观察 你可以观察这些东西 OK 或者是你看到 街边的狗儿 已经开始走去 这些走廊啊 店面的走廊啊 然后风已经开始吹 四周围的树啊 怎么样啊 如果是晚上的话 那个路灯啊 OK 已经开始慢慢的 已经全部亮到完了 比如说已经慢慢的 开始全部亮完了 OK 然后雨是 OK 雨已经开始下了 是一下子就 这个青铜大雨吗 还是一开始就是毛毛细雨 你们可以写 你们要让这个雨是 一下子下到大大呢 还是从小慢慢到大 由你自己决定 OK 然后接下来 你们就可以写路上 街道的情景 这个时候一定要 接到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街景 街景一定包括这些车 OK 你会有马路 然后路有一些 可能因为大雨 它车速放慢 OK 有一些可能因为大雨 地上有这个水挖 OK 就是说那种 一滩一滩的水 OK 这种我们叫水挖 OK 所以那个车速会放慢 OK 又或者是因为下雨了 车速放慢 然后那个交通灯那边 要等待的那个人数 人数很多 车速很多 所以行动很缓慢之类的 OK 所以你们可以写 这关于路上的车的 或者你看到有一些摩托骑士 OK 骑摩托的骑士 他们并没有雨衣 所以被淋得很湿透 湿透还是怎么样的 总之你可以写 马路上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要分开来这样子写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们不会在这边 写到马路上的情景 等一下在最后第二段 又再写马路的东西 我要你们把你们的思绪啊 全部弄到比较 systematic 就是说比较有 比较有 比较有 怎么说 有计划 不会等一下第二段写到东西 在第四段 你又再重复写第二段写的东西 可以的话 在第二段写马路的 所有马路上的 你就写到完 全部在第二段 OK 然后接下来 OK 再接下来你要写行人 OK 接下来的行人 有很多 有一些来得及 有些独自庆幸 来得及带伞出门 所以很 怎么说 很镇定自若的 把这个伞给打开 有一些 就来不及 来不及 怎么说 去买雨伞 什么之类的 就跑啊 来躲雨 有一些甚至在 这个店 店屋的屋檐下躲雨 有一些 在怎么说 这个露天的时候 这个小贩呢 因为他们下雨的关系 生意不好 所以他们一脸无奈 或者是在很急忙的 在很匆忙的 在收东西 以免被雨淋湿 有一些人就 反正都被雨淋湿了 就在雨中漫步 感受浪漫的气氛 奋的阿比如说 OK 所以都可以 那人很狼狈的样子啊 这些就是描述了 看到吗 所以在这篇的表达方式 我用了描述 所以这一篇 其实我比较多用的是描述啊 同学们 我的表达方式 比较多用在描述 还有叙述 OK 叙述呢 是刚才我们有讲的 你要选择的那个时间点 你要讲那个 从头到尾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叙述 OK 还有的就是 你可以写 玷污 玷污的情景是怎么样 走廊有挤满了 可能有一些流浪狗 OK 流浪猫就躲在这个屋檐下 或者是有一些人 OK 他们可能要继续赶路 希望在这个屋檐下一连 他的脸上呢 就是有点担忧 比如说可能要赶路 或者是已经迟到了 OK 又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不赶路的 他们就进去咖啡店里面 OK 去喝茶等雨停 或者是去逛这个 逛shopping OK 逛这个市场 OK 等雨停 OK 都可以 你可以写这个 电污的情景 OK 电污不一定只是那种 那种电污 你可以写成那种 刚才我讲的超级市场 你也可以写银行啊 或者是有人就去办事啊 什么之类的啊 这一些都可以 电污的就是完全写电污的东西 OK 然后这个呢 可以的话 OK 也可以写 OK 你可以穿插一些小故事 这边就是有了叙述 还有描述 OK 你可以穿上一些小故事 比如说有人滑倒 然后你看到有人去把它扶起来 然后把它带到旁边坐下来 还是什么 或者你看到有人被车行驶的 这个 这个 剑骑的水花弄湿 结果衣服湿了一大半 或者是他的衣服 整个被 被这个泥浆水给弄脏了 然后他一脸无奈 然后跑去换衣服 还是什么之类 或者你可以发现到 你可以写一些小车祸 因为雨 因为下雨的关系 录不清楚 可是这个你们要很小心 OK 关于这一点 我要你们很小心 因为很多人 OK 他们一开始写到这个车祸 他们放第二段 很多人直接开头了 对不对 讲下雨了 对不对 他直接放在第二段 就写看到一个小车祸 然后从头到尾 就是给我注重那个小车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段 全部给我写这个车祸的情景 一辆车碰的撞过来 然后人飞了起来 然后跌在地上 然后有人去问他怎么了 然后有一些人去把那个司机给拦下 不让他走 然后有一些人就负责打电话 有一些人呢 就负责围观 有一些人就负责拿手机拍起来 然后死去死去 最后 救伤车来了 然后把他排上的救伤车 然后他就送走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赶路的赶路 然后等雨停 雨停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回家 继续我们的路程回家了 这个问题在哪里 同学们 我要你写的到底是一场车祸了 还是那个雨景 还是那个雨天的街景 他的问题就要雨景 可是写到一场车祸 对 所以你们很长很长会跑题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跑到 这个这么离谱 诶 真的 我不夸张 十个人里面 真的会有八个人会跑到这样 我100% 要不然他就是专注写那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这个 其实如果你没有信心 可以在一段里面 最长一段吗 不要写到两段去 穿插那个小故事 你最长最长给我写一段就好 其实这种小故事 其实可以的话 三言两语就带过 两三句带过就好 这样子的话 你会让你整个 你不但不会让你的这个 作文离题会让你整个 故事会更丰满 什么叫丰满呢 就是说你四周围的情景都写进来了 但是又不是每一个写到很详细的那一种 如果每一个写到很详细 代表你写到很啰嗦 OK 而且是完全超出我们要的东西 OK 因为你写到太长 到时候你的这个主题就偏掉了 你就会跑去写车祸比较多 问题是我现在不要看的是车祸 你这个小插曲子 是在你这个雨天里面的其中一个故事而已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故事写到太长 这样 可以参在一起吗 那个小故事 比如说 可以 惊人他撑伞 对 过后有些 有些因为他跑 可以 他担心成了 如果他急过到最后被滑倒 可不可以 可以 很好 你要穿插进去也可以 但是不要十多个 你懂我讲什么吗 不要又滑倒 对 然后有一些就脚软跌倒 有一些就因为踩到那个水滑 然后脚的高跟鞋 被插在那个路边的缝隙 然后跌倒 不要一个一个写到这样多 写三四个就好 因为你写到太多的话 反而显得很多余 所以你要小心拿捏那个分寸 总之这些在一段就可以 或者是 如果你不要在这边一段 OK 因为如果你全部写在一段的话 感觉很像怪怪的 为什么呢 你不可能全部东西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对不对 配音 不可能这边有一个人跌倒了 那边有一个人被水 被水泼到了 另外有一边又有人被车撞 你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同一个时间 对不对 配音对吗 对啊 那只看起来很假 所以你可以讲这个有人滑倒的时候是在哪里 就是在这边 在有写行人的时候你可以写 然后如果你讲有小车祸 你可以在 写描写路上情景的那个时候那边写这个小故事 用两句三句就可以了 不要太长 老师老师我可以讲一句话吗 这样这样 可以放学了吗 等一下啦 哎呦我还肚子很饿在那边跟你们讲耶 你还这样子来讲我 你等我伤不伤心 老师我也肚子饿 我也肚子饿 等多一下 等多十三分钟 我怎么样了我很快了我很快了的 OK我要讲完了的 你不要你如果你在那边讲废话了 你写不出来你就知道我跟你讲 这个每一个人都要教的我跟你讲啊 OK 所以Google参考最容易 等下我要讲多一个Google参考会有什么结果 我给你们讲先 OK 我总之记得这一些不要完全集中在一个段落写 分去分散去这些段落写 OK 这样子的话不会看起来很假 不然的话你以为拍戏吗 这边拍跌倒了那边就拍死掉了 不可能这样子的 OK 所以自己看着办啊 不要把它写成同一段啊 然后到了最后结尾 语庭了 OK 你可以写语庭了 然后你可以写一些关于这些东西 OK 你要写哪里一个都可以自己去想啦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写的啦 OK 然后写你的感受 比如说看到彩虹 你感觉 OK 新的一天 新的 清新的一天又会再开始又会继续 OK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写一些关于希望的东西啊 或者是你感觉空气很清新 感觉我们又可以 倒数 什么新 快点 倒数 我的就是说雨停了 看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但我们活在这个新冠 肺炎的时代 怎么想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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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这个 尽量正面一点 尽量正面一点 OK 也可以在这个啊 在这个啊 被啊 被新冠啊 肺炎啊 清晰的这一段期间 彩虹仿佛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啊 什么都可以 OK 要有正面啊 正面啊 OK 所以听好啊 所以这个是你们假期的第一个功课 OK 这个继续文 好第二个咧 听好 第二个 我要你们写在作文纸里面 然后这个作文纸呢 可以的话 我其实是明年才要跟你们熟来改 OK 因为如果你们写在 你们的写了过后拍给我的话 谁如果要给我改 写了拍给我 我也可以改 OK 但是如果谁要给我开学过后 改的话会比较好啦 因为会比较 因为我的红笔可以直接写在你的书上 如果我写在电脑里面的话 除非你们有写可以写出来 不然的话 我写在那个 那个里面 你们也是很像感觉 读不到的感觉 老师我去你家 我把功课交给你 啊你去我家 我明天就回家乡了 我来生美兰 你来生美兰啦 你来生美兰教我 OKOK 老师 你准备QR code 老师准备QR code 去去当病 去当病 OK 所以 第一个啊 第一个完整啊 第一个我们总之写来做 可以记得啊 写作文纸 写一行 空一行 给我记住 不然我等下改到我要封掉 我跟你讲 OK我要抓 老师 我早上是抓到听你话了 记住啊 谁一行 空一行 谁一行 空一行 对对对 我这是听你的话了 OK很好 接下来这个第二个呢 配音可能有做了 这个是作业的 因为我要你们完成 这个BT3的模拟题 这BT3模拟题 是在第36到47页 47页是作文 嘿嘿 所以作文我也要你们写啊 所以也是要写一篇 OK 这个作文呢 我是要你们盯在作业里面的第47页 一起盯起来 用STEPPER盯起来 或者是你们要用那个 江湖给它黏在那一页也可以 可以选一题来写 OK 然后我想讲的就是第二题 清晨的那场雨 跟我们这个 这个街景 这个雨天街景 有点类似啊 只是这个清晨的那场雨 它讲的是早晨 也就是说你的雨呢 在早晨就要停了啊 早晨下 早晨停 还有的就是你四周围的景物 你要写哪里的都可以 OK 这个没关系 但是我不要有人给我偷工剪料 那个 那个雨天街景那一篇 你给我写清晨的那个雨 然后过后你把那一篇也 复印起来 然后一放在这边 就代表你写了两篇 我不要啊 这个是另外的啊 你可以写街上 但是我要你写别的东西 OK 可以的话 OK 反正一个月都要写 写教员头可以 可以 写教员内 可以 写你们去早上班上课的情景 OK 所以自己做啊 自己做啊 然后第四十七月 所以老师题目什么 三题 选其中一题 题目什么 四十七月有三题 自己选 OK 可以直接做三题嘛 那你有时间你就做呗 OK 等一下写哪 这个很重要啊 切记不要抄袭 自己尝试做 看看自己的能耐可以到哪 我不要去Google啊 我也不要跟我讲老师 我Google只是参考而已啊 所谓的参考到最后就是照着抄 你不要假假 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做过学生 老师就算我Google 你也看不懂我在Google咯 你最好是咯 放心 我一打就有了出现了的 所以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程度在哪里 所以不要假假 所以我要你们诚实啊 拜托你们已经中二了啊 你们就不想知道你们真正的评卖到哪里吗 你们明年就要考BD3了 这辈子不可能 你们明年就要BD3了 你们总要尝试的嘛 至少 你们不要辜负我给你们评语的那个 因为谁Google的话 我一个评语都不会写 我连ABC都不会给 因为我真的 你们问啦 OK 这么多年来 我改你们的作文 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 我真的会一个一个很用心的去评语 如果你们这样子来对我 去Google这样子找 然后过后随随便便就这样子交差 你对得起我 真的是一份一份去改 一份一份很认真的写评语的那个我吗 你们自己想 我愿意花时间 你们写一篇 你们写一篇 我一个人要改两百多两百篇 你们有想过我吗 我真的是 真的是我改一篇 有时可能花一个小时 老师我想过你 你天天都要上网课 天天都要改红天 你知道就好 天天都要看电话 问题是一堆人不教 所以咯 所以这个记住啊 还有这就是 其他的那些文言文啊 那些啊 就是讲第36月到第46月的那些 那些问题啊 不要给我留白 真的不要给我留白 就你用你理解的 去 可能你讲 老师我不明白这一句 所以你就看到那句 你明白什么 你就写什么 不要空着 因为现在我没有叫你们考试 两个小时一定要交出来 所以你在家可以 可以跟着你的时间做 但是如果谁要挑战自己的话 你就放一个闹钟 两个小时在那边 妈咪不要来烦我啊 就直接做 从头做到完 甲义丙丁物全部做到完 看你可以拿到多少分 OK 不要去吵朋友的 你要给我讲朋友 screenshot来给我 我吵答案啊 我不要啊 自己做 这个我会给答案 我要你们 可是我们班啊 已经前面已经做到 一大堆了 只剩下那个丁祖跟淑祖的